青城出海捕魚的傅威號慢慢駛回港口 船長楊文智指揮漁工分裝漁貨 工作12小時漁貨卻大不如前 大部分都減少很多 像這樣我們抓牌艙現在也很少 像以前前幾年還有抓上千斤的 當成無奈沒辦法 工業汽車配水一定有的 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楊文智在6到9月進補期間 還需要做水電才能收支打平 放棄去外面打工 有像做什麼的 做修鋼 沒辦法 現在緊急也不緊急 60歲漁船老闆邱大姐正在幫客人買黃魚 因為漁貨銳減現在只能咬牙苦撐 天變嘛 還有人為嘛 工廠的廢水啊 這是我自己想的啊 一艘漁船花了那麼多錢在這一邊 就是一隻就是說 我有去動我就有前進 這個錢幣不一定收很多 就是換一口飯吃